上回我们讲到 涉人贵来到百虎庙 仔细一看 这座庙 都不知道是什么年月修建 古色古香 三层大殿 中古楼分裂左右 正宗天皇殿 穿过堂门 都正殿 后面有荆楼 整座庙宇里面 桌椅椅 全部都周围乱扔 有些是熔熔难难 经书 也使得一片一片随风飘飞 恐怕 荒废了已经很久 涉人贵围着 秒转了犬 然后来回正殿 眉上眼默默讨告 百虎神君在上 今日弟子被恨此震忠 如果能够得脱此险 平安解围 他马上转身来到山头 向下面一看 只见翻兵翻将 有一边攻上来 有一边大声喊 涉人贵就在山上呀 上去活足涉人贵 原岁话掌黄金万两 涉人贵一看 纵寡袁树 自己身边 只剩不到两千人马 而且有一半已经受过伤 于是他马上就吩咐那些士兵 把守着险要的上山之路 上方就一直坚持到天黑 翻兵连冲了几次 都被罗张秦英打退了 那些翻兵见到天黑了 才暂时停止了攻势 涉人贵马上召齐中将 大家一起商议 有什么办法呢 诗人贵说 现在我们被罰阵中 这个阵前边的阵法 都是有章可裁 我们都不是这么难破的 唯独后山这儿地形复杂 敌人的阵势 并不算排得很强 但是如果加上山势中横 我们又不熟地点 不熟路径 那很容易就被敌人分割包围 你又迟 也都是我所累不周 没有将山势的危险算在这儿 才有今日之牌 现在 我们被困于此 大家又怎么算好呢 窦一虎就说 袁衰 如果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你说现在要冲出去 一定不行了 范兵已经将我们团团包围 不过人多目标大 就是变 范兵围去变 一旦一旦 很容易将我们吃光 违今之计 袁衰 带领众兄弟 死守山口 没将不才 愿意 闯过这个连营 回去颁救兵 如果救兵来了 雷英爱合 那我们可以转危为安 大帅以为怎样呢 嗯 一个暴君之掌 一个人容易隐蔽 那本来都算好 不过要闯出去 不是那么容易 一虎 你又没有把握 试试 反正呢 现在你只得这条路了 那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咯 我们先定好 明天天亮之前 我肯定能够回来的 如果到时没回来 那我就说 我已经死在乱军之中 救兵没班成 袁衰 你要多加保重 秦汉听到 跟着站起来说 袁衰 他一个人可以是人丹世姑 那如果呢 加上我 我们两个 互惠星远 那呢 就很容易 分散敌人的注意 说不定可以冲得出去 起码两个之中 只要有个走得出去 那倒算好 涉人的一想 他两个暴君之掌 留在山上呢 其实对守山 没有太大的帮助 那熟读兵法的罗将 秦英两个 协助自己 在这个山包呢 足以经应付 他两个人去颁兵 互相掩护给他的灵魂 于是点头同意之后 就叫他两个人 马上出发 那两个人呢 在天黑之際 翻兵就看不清 各自拿一条大棍 不敢行前山 在后山的峭壁那里 慢慢爬下去 两个人都受过名人指点 身体是轻如尼貓 快似圆口 时隐时现地 穿在悬崖峭壁之上 叛烟山壁就真是如理平地 他们呢 就不是直接出白虎阵了 而是连续翻过了几座大山 运出阵外 跟着呢 展开陆地 飞腾轻功 一路跑回唐营 来到中军大将 李世民 程咬金 他们呢 等消息 都不知道等到 多么心急 见到两个回来 马上叫他过来 问个阵中情况 窦一虎 将情形 仔仔仔仔 地说了一次 还说 现在元帅被困 白虎庙 只剩下个小山头了 我们出来的时候 军兵就不过两千 有一半呢 还受了伤 如果杨帆再发动几次进攻 恐怕山堤要守不住 元帅他们现在十分危急 叫我们呢 迅速搬兵求救 皇上啊 你说派谁救人好啊 李世民一听 就问程偶金 那怎么算好呢 程偶金硬着一轮 哎呀 现在这样实在没办法 干着你全纸 在卢军营 放了舍丁山出来先 还要救人 要他大罪立功 李世民一听 看一下自己形象之下 现在除了舍丁山呢 也都找不出其他人了 于是马上就写到圣旨 去调舍丁山过来 没多久 舍丁山来到障碍 程偶金就对他说 丁山 那这人呢 你真是要生生生生生大罪立功 破了这个阵 救回你啊 舍丁山一听到 豆一虎 就说了情况 哎呀 当同的心都不知道 多么急 于是 立刻 就着齐 盔甲兵器马匹 带着五千军马 跟着呢 就由豆一虎带路 飞马就向着白虎阵中 赶过去 舍丁山一出形 就心急愚焚 快马加鞭 转眼之间 已经经过一段斜坡 冲入大阵 他吹开战马 举一支双天击 一落冲上半山坡 突然间 听到一声呼喊 有番兵人拦着去路 舍丁山立马横窗 担高头一看 哎呀 闭家火力这桶 这里呢 是一个斜斜的山坡 在山坡上面 那些番兵 居然将一架架的铁滑车 放在上面 那滑车呢 是古代要来防守的器具 有些是木製 有些是铁打的 下面有几个车 那上面就放满碎石 在高处向下面一放 借着惯性 噓地冲下来 哇 冲力又非常之大 那如果你说人马在前面挡住他呢 被他大力一撞 人马都全部会被撞成肉泥呀 舍丁山一看 滑车烂脑 冲不冲得上去 这个心就没底 这个时候 杨范站在山顶 举着一面骑仔 手指雪丁山破口大骂 雪丁山 你这个小白脸 酬碎公 豈有此理 勾了我老婆去 现在你死在眼前 我看你还可以点猖狂 来人 跟我放滑车 山上的滑车一共有三十架 用大纜绳 在空中吊住一架 接一架 用的时候呢 当兵的人 用个勾杆 把绳子挖到滑车路那里 另外有翻兵的手执 鬼头刀一斩 斩一斩 斩一斩一斩 滑车就像脱疆野马一样 向山上滚下去了 杨范一声令下 翻兵就即时 那脑勾手 将其中一架滑车 就拿到滑车路上 斩一斩 当时将一条蓝绳斩断 滑车 向着正在半山腰的 雪丁山直撞过去 滑车自己的重量 再加上惯性 他的力量有多大 可想而知 雪丁山躲的时候 刚刚冲到半山腰 真是前又不得 后又不能 好处他急中生智 双脚一点 两只脚一出力 夹着马桃 然后呢 将这双天击 向地上一参 啪一声 滑车滑车 刚刚好 就撞在脊竿上面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滑车一停停住了 雪丁山 亦都算是真有本事 人够卑力 马亦都是补马 再加上之击 更加是补击 如果不是这样 那辆滑车一撞下来 雪丁山当头 撞成欲泥 不过 不过 一切就豁出去了 都不知道在哪里来 这么大力 只见 只见他将右手一眼 前面的手一抬 当堂将整架滑车 一跳跳上来 旁边一条山间 只见雪丁山 双手一抖 这辆滑车 整架被他挑起 就挑到旁边的山间 杨范一山一看 谁也算有点力气 好 昨天我看你 是你厉害 以为我的滑车厉害 放 第二辆滑车 又滑下来 雪丁山依然用前面的办法 一跳跳回滑车 但是 到第三辆滑车滑下来的时候 他就跳不动了 当然了 那个这么大辆滑车 再加上 在山上冲下来的力度 跳一辆 已经好了不起了 来到第三辆 雪丁山依然那些凶堂发热 眼霧金星 喘气 几乎喉咙一甜 一口血就要喷出来 他心想 喷了这口血 自己整身力气就要喷过去了 不过 现在的人有多大力 毕竟有限 整天这样跳这辆滑车 谁能顶得顺 正在危急关头 后面跟着秦汉 窦一虎 立刻冲上来 秦汉用肩膊 托着马屁股 窦一虎在前面 牵着马僵 三个人 好像很叮 叮在地上 紧紧地顶着滑车 然后雪丁山 再一出来 那才把第三辆滑车 一跳就跳下去 幸好 本来雪丁山冲一半山腰 那辆滑车推下来的时候 两边山路很狹窄 没有办法再向旁边闪避 但是第一辆滑车 将雪丁山匹马向后撞退了几丈 第二辆滑车呢 雪丁山顶着的时候 那马又向后退退退退退 退了十几丈 到了第三辆滑车 再跳翻了的时候 那呢 雪丁山已经退到 快在山脚那里了 窦一虎见到一退 退翻了滑车 那即时就牵行不马 和雪丁山巡汉三个 飞快地退回到山下 看着山顶杨凡 哈哈大笑 雪丁山怒得什么 但是也知道 自己再想冲下去 看来就不行了 大一虎想一想 他就说 喂丁山啊 不如这样吧 你在那儿炸地攻山 吸引着杨帆 我呢 就和秦漢两个摸上后山 杀散那些管理滑车的翻兵 杨帆手末难以兼顾 到时候呢 你要一举冲上去 那我们就可以破了这个滑车阵了嘛 舍丁山听到 嗯 点头想下 感到好主意的 于是这刻 带领军兵 一路向着山下冲过来 好像要攻山那样 但是冲上几步 一看到对方准备了滑车 那又退回来 那又退回来 惹到杨帆都呱呱叫 那在这个时候 秦漢和斗一虎呢 在军兵之中 就选了五百人出来 组成一支敢死队 偷偷离开大队 兜过山后 那在后面呢 那些懸崖的地方 那算好地点 秦漢和斗一虎 背了一条大的承索 施展轻功就爬了上去 两个人爬了上山顶 将一条大承绑在大树上面 另一头就放下来 那些军兵就一个接一个 拉着一条大承索 爬上山峰 休息了一会儿 于是 就在山顶那里 向着半山坡那边 直冲下去 西梁兵呢 正是顾着前面放滑车 根本猜不到后边有人 那等他们发现的时候 斗一虎一声令下 五百军兵就奋勇争先 沙拉沙拉 那这个时候呢 天色还没光的嘛 黑夜之中 那些藩兵就猜不到 后面突然出现塘兵 而且 黑妈妈又不知道 敌人来了多少 警方之下自己就乱了拢 或者都不记得放 杨帆呢 想叫人稳住阵脚 但是 黑夜之中的藩兵 哪里控制得住啊 只要帕马武都的前来迎敌 秦汉斗一虎两个人 就举了两条大军 双战扬返 五百军兵乘机冲上滑车道 那些藩兵一下子来 不知提防 被他们赶散了 他们斩断了承索 放完滑车 就大声喊 我们占了山顶了 快点上来 舍丁山一听 欺精神倍增 银筹一斗 下令直冲上去 几千军兵一起纳陷 沾住山口 洋范一体 咦 闭家伙了 这么搞法自己这边 就覆背售顶 即是收兵走人了 涉丁山和斗一虎合兵一处 由秦汉斗一虎两个 引路继续向前进攻 唐军打完一道阵 又过一道阵 涉丁山本来银盔白隔 现在变成红马 整个人也都红当当 都不知道是自己身上血 因为人家身上哲泥的血 没多久 他们已经冲到一座山包上面 斗一虎就说 就是这里啊 他把手拢在一起 担高头 向外面大声哀说 山上的人听着 我们来救你们来了 涉丸碎在这里嘛 连喊几声 山顶都没人答 涉丁山和斗一虎的心慌 立刻加快步伐就冲上山顶 刚刚走几步 突然间 听到旁边的人 哎呀 哎呀 那么惨叫几声 走车一看 原来是一个伤兵 脚都断了 整身上下 哇 那些血 一口口涌出来 手里面拿出刀 他旁边呢 就分着七八个翻兵 涉丁山就立刻问他 咦 你们到底怎样啊 你是二老元帅啊 没错 我是涉丁山 你们现在怎样啊 哎呀 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啊 刚才打得很激烈 元帅身受重伤 罗张秦英 两位将军也受了伤 现在他被困白虎庙 都未知生死啊 涉丁山一听 马兵即时飞身上马 向着白虎庙那边直奔过去 这里呢 是白虎庙的第一道防线 两下伤他都不够半里地 涉丁山走到来白虎庙 没多远的地方 就听到鼓声大作 杀声震天 四周围 灯光火把照得好像白昼一样 只见无数的翻兵包围着那座破庙 庙门紧闭 涉丁山银枪一摆 大开声说 阿爹不用惊 夏二丽来救你啦 一马当先冲了上去 斗一虎 秦汉 也都舞动那些长军 响着翻兵 一路乱打 他们杀散秒门的翻兵 涉丁山第一个冲进去 阿爹在哪里 夏二丽来救你啦 他又前殿去找到后经楼 看到楼门打开 咦 里面好像有个人趴在那里 是不是他爹呢 这个时候呢 有个翻帐打扮的人 他手中的马刀 正准备要一刀向那个人砍下去 涉丁山三双 糟了 你这个人想杀我爹 那怎么办呀 这时候呢 他离开后面的经楼 还有七八丈院 他没办法很快地托过去 眼看着翻帐 举起把刀就要斩下来 涉丁山吓到车一手 拿一把保鸟弓 弯身就执起刁灵箭 一斩 向着翻帐直射过去 一箭射出之后就大声叫 迷伤我爹呀 哎呀 这样就糟了 原来这个人的确是名翻帐 在混战之中 他见到薛仁贵呢 气息掩掩 已经受了重伤 趴在地上那里 正想冲去一刀 将薛仁贵的头斩下来 突然间听到后面一声大叫 吓了一跳 即时整个身后旁边一闪 一箭射过来 他刚刚一闪就闪过了 这阵子呢 薛仁贵呢 已经是全身力气都几乎散了 趴在地下 想着自己实在无力再打 突然间见到翻帐 他都向自己斩下来 他奋力地一挣扎想站起来 用手中的果子击 向翻帐直击他 翻帐呢 本来正面是面对着薛仁贵的 突然间薛仁贵在后面一喊 他吓了一跳 轮转头将他身一闪 你只是顾着闪后面之箭 就顾不到这边薛仁贵 前面手中的那支击 被薛仁贵一击 刺中前心当堂一命乌夫 但这个时候薛仁贵是挣扎着一站起身 刚刚好 一个翻帐原来站起的地方 薛仁贵的战一飞飞到 那翻帐就闪开了 那支箭直向薛仁贵的烟喉直飙过来 当堂是挤入了薛仁贵的烟喉 气绝身亡 那薛仁贵这一站 本来想着救爹 谁知射中了自己爹 薛仁贵 自从出世投军 一直到白府阵眷居 真是神经百战 容骂一生 但他估都估不到 自己的命 居然 唉 会自善在自己的儿子的手上 那这个呢 亦都是天道循环 当年 他正东回来 本来想着救个儿子的 怎样一箭射过去 射不中了白府 反而射中了薛丁山 结果 薛丁山就被白府担走了 那他内疚了整世 以为自己一箭射死薛丁山 谁知好彩后来 那支箭射中薛丁山的肩头 薛丁山就因此 拜了黄蟬老祖为师 后来又出山来救他 有人说 薛丁山是白府升军下凡 结果 今天要打破这座白府阵 正是犯了所谓 自己的本命星宿 所以触犯大己 再加上呢 当年他射了个儿子一箭 现在一步还一步 又到薛丁山射回他一箭 刚刚好 他就犯了这个技 所以就被薛丁山一箭射死 这些都是迷信说法 那只姑且听之一笑而异 薛丁山见到自己一箭 哎呀 居然就射中了阿爹 当堂整个人手脚冰凉 几乎整个晕了 他破句 阿爹 阿爹 大咬了几声 但是薛人贵呢 已经是一名乌夫 再也没办法答他了 这个时候 秦汉斗一虎 已经赶散了兵 点起火把 冲来后殿一看 哎呀 大家都大惊失色 不知是什么回事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